7月4日周二大家早上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七年为大家准备的盘前板块分析 指数到这个位置呢走的还不错啊 应该呢这种反弹还是应该能够延续的 可能震荡在所难免 因为小周期上今天可能一开盘之后呢 一个相对的小的高点震荡呢 但是板块不一样啊 它是蚊动的所以说问题不大啊 那么呢昨天晚上房地产业多少有点利空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资金往那边流的有点违规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首先来看四大指数啊 上证50指数昨天呢放了点这个量啊 占上了20天均线啊 这样来讲呢从这个春节以前 春节以来到现在的调整 可以理解为调整结束了啊 上证50进入到了小周期的多头走势 当然了还在水下 它需要上春的水上之后啊 才能真正正正步入到上涨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个会有震荡啊 你看60下还在反压 互生300跟上证50指数走势差不多 水下 技术指标再次上行啊 占到20线上方 也是一个小周期的多头走势啊 这样呢也可以理解为从春节之后的调整 基本就结束了 第藏的是创业板50指数 创业板50指数呢 这个位置 第一点就应该确认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区间的整理啊 但是它也是没有上灵轴 所以说还需要发力 发现呢 就是说积累了太多的做空洞了 不过呢 这个低点上方 或者是这个低点上方 都可以理解为良性的走势啊 这里面走势比较差的呢 就是这个科丧板50指数 科丧板50指数呢 还没有完全稳住的这种迹象 但是呢 大家看你看它的周线啊 周线呢 是到这调整也接近调整的末端了 只在出现一个反深的这么一个阳线 就得到确认了 我还是比较看好对科丧板50指数 不过现在还没有明显的稳住的信号 等一等 我们再来看几个行业板块啊 昨天呢 保险涨了强 是不是 下跌反弹再下跌啊 出现一定的放量 虽然这个量不算太大啊 穿上20线的上方 但是还是在随下 就是说 这个进入到小周期多走 但是长阳线之后呢 这样的大板块通常有震荡啊 判断从这儿到这儿的调整 也应该是结束了 所以说也应该是一个 小周期逐渐转强 转为日线上空形态的 这样的一种走势 汽车整车呢 汽车 汽车呀 家电呢 这都是多走走势啊 但整车这里面还是有分化的 大家要注意啊 有的呢 车走的不错 有的车走的还是不行啊 这个是有些 应该说呢 百分之五十的个股啊 带动这个指数出现 但这种呢 进入多多市场 这种放量的大阳线啊 再次就是预示着 后面还有上涨空间 不过通常这样的 在这个零周上方呢 再出现这样的大阳呢 会引发一定的震仗啊 可能再冲之后 大家要注意 小周期的衰竭这样的信号 可能会步入一个小的整理之后 盘整之后 再创新 或者是呢 如果要是直接加速 就是一点酸液信号也没有 那就不用考虑了 大家说 这是重心略向上的整理啊 我一直在说 这个汽车汽车这个板块 就实际我们汽车板块 是从这个位置 给大家进行 航空机场啊 实际呢 它也算 旅游的一个分支 也算可以这么看啊 也是一个放量阳线 站上二零线 这个地方小底有望 助理成功了 不过这个地方 还是要上零流的 这个地方下跌之后呢 积累了脚大的 做空的洞 这个地方呢 可能后面的走势呢 不是太顺利了 这个油价相关 这个油价相关呢 你看这个走势 就是 这就是一个反弹的走势 但是它有的 石油的有些东西呢 开始走着 多头的走势啊 注意啊 这个板块的内部 它是有一定分化的 不过有些个股 多头走势 就是运行在所有的 均线上滑的 那叫多头走势 那样的呢 积极一点 封电设备呢 昨天走的比较强 封电设备呢 有些个别的品种呢 已经进入到 多头走势了 这一点要提取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有望小底能 助理比较成功一些 你比如说 假如说这个 光伏设备当中呢 有的 已经进入到 多头市场了 所以说 这里面的选股 还是比较重要的 判断它呢 也将进入到多头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 行业的下跌的板块 游戏出现了 比较大的下跌 实际游戏呢 这个 我早就在这里 不断地提示风险 实际这一段的上涨呢 就明显 这么明显的日线 被迟 现在呢 看着这种调整呢 还没有结束 要耐心一点啊 它从去年的开始的 这个地方的开始的上涨 上涨周期已经很长 这地方的调整周期 判断不会太短啊 所以说呢 要耐心一点啊 就先不要碰它 电机也出现了高位的 这样的一个阴线 要防止 才继续回落 通讯设备呢 判断它这个地步的上涨的 趋势还没有完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创新高之后 没有明显的顿化 没有明显的柱底的信号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走呢 大概率者 这个地方完成一个盘整之后 然后再创新高的 这样一个走势 它跟5G差不多 通讯设备呢 也是一样的 它呢 判断也没有走完 所以说这地方也就是 不如一个横向震荡整理的 这样一个走势 你假如这颗阳线呢 就很重要 你像通讯设备呢 实际这个地方的低点 就很重要 你看通讯设备 因为它跌的多 然后呢 探之后 可能还会这么走 这个通讯设备呢 可能大概率呢 也会复制 那个通讯设备 这样的走势 中药呢 大家要复制 实际它这个大周 其实走的是挺强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下跌之后 你看这地方没有亮 我前天 昨天早晨也说了 应该是 所以说 它反弹之后呢 应该探这个低点 确认之后 要注意一下 看能不能站住啊 这个中药的 有些权重骨子 这颗阴线已经反了 就是说 覆盖了 上周的 周五的这个阳线 估计还要往前探 实际通讯服务呢 这地方还没有 完全站住 是吧 我们再来看几个指数啊 白酒 白酒呢 我们昨天 在直播的时候 也说了啊 这个地方 上涨之后 这个的低点上方 这个地方 可以理解为 低一点不破啊 判断呢 还会向上走 这样的一笔 或者是呢 这地方直接出过双击 向上展开攻击的态势 昨天量能也是同步放大的 再也就是这个旅游 这个旅游呢 昨天盘中表现的挺强的 实际盘中呢 第一个小时呢 我们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旅游呢 下跌反弹 下跌之后 这地方放了挺大的量 是不是 这种反弹呢 应该还是能够延续的 不过像这样的呢 杀跌动能这么猛的呢 他可能这个后边的路呢 挺坎坷啊 今天早晨呢 可能有一定的回落 大家看看 有一个板块 叫证券保险板块 是两个 保险跟证券合二为一的板块 他昨天呢 是这种动作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反弹的走势的开始 大阳线之后呢 可能会有让 有点小周期的震荡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对对 上涨之后 可能有一个震荡走势之后 再往上再走一走 最后呢 站到这个高点上去之后 攻破六零线之后 进入到上涨趋势 时间关系 今天的板块分析 到此结束啊 更多的10点20 来我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探讨